剛才我們講到的是character table的建立 實際上是矩陣、裡面、對角線、非零數值 抽取出來、填寫出來的 在C2這個部分 剛剛詞儀說為什麼是1 其實它是這個寫的部分 在-1、-1的部分是這兩個 那我們irreducible的順序呢 在副表上面都已經有了 我們不管它的順序 其實對角也無所謂 最重要的是它的名稱是怎麼樣建立起來的 各位等一下我在講它的名稱的時候 請各位記一下它的邏輯 那對角線 所有的這個配色元素它的對角線 可以化約出一個trace 也就是我們稱之為character的東西 這個數值如果說是identity 它得到的是3 如果是c2 得到的是-1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這個地方把它寫下來 在這裡的時候 這樣子由這樣對角線的總和稱之為真 所形成的這個表格 叫做什麼 你們讀過一遍呢 可以知道這個名稱叫做什麼 大正一點一起講 叫做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叫做可約表象 什麼叫做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是表象代表什麼 它是矩陣裡面的trace 代表你矩陣裡面的最小的數字 就是不可約的數字 如果是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不是整數的 這邊非0的話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兩階 如果說是為0的話 可以化約成1、2、3個對角的 1乘以1的矩陣 可以化約成最小矩陣的 就叫做可約表象 如果說是不可約的 已經到了最小的像這些都是 它是單一個數字的一個數字 一個數字 這種叫做不可約表象 不可約表象是一連串的數字 所代表的東西是 各個運作底下它的真值的表示 而各個運作在不同的這個 像量上會有不同的數值 而這些數值的總和起來 變成一個table 那這些運作的矩陣表示 我們都已經在黑板上寫過了 它的真表所運出來的東西 如果說是不可約的 那麼就會有一些代號來代表 那我們這次稱之為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是這些代表 那任何一個尾域 或者振動方向 或者原子坐標 去把它拿出來做運作 得到的真表的值 我們稱之為可約表象 然後把這些運動或者是詭譽 把它拆解出 變成irreducible的representation的時候 那就可以變成 我們要解析出來的震動模式 那如果我用的不是震動方向 而是用 詭譽的方向去做操作 如果一個ps 經過identity 得到一個值 經過c2 再得到一個值 看它有沒有反號 像這樣操作以後 得到了另外一個可約表象 可以知道那個軌域 它的這個組成是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把tetrahedral的軌域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做所有的這個原子的運作 那原子的運作做出來以後 就可以算出它的混成軌域 所以caric table可以幹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是可以做ir的這個鑑定 但是另外一種方式在mo裡面呢 是把軌域拿來做基本效能的運作 最後得到的e-representation的表示呢 就變成了你的混成軌域的組成成分 所以caric table的用處呢 最起碼有兩個 第一個是教你們怎麼看的ir的訊號 第二個是在mo裡面 怎麼樣算混成軌域hybridization 它的組成軌域是由哪一些原子軌域組成的 因為caric table是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用一些pulling point來講 但是pulling point上是走的比較快的 所以比較容易不容易follow 我們先用講的方式 在這個caric table裡面 第一件事情我們現在要認得它所有的這個位置跟它的名稱 這邊是pulling group 這是symmetry operation 這各位都曉得了 然後這個地方呢 每一行所代表的是對稱元素的種類 class 這邊有c2 如果有c4v的話 c4的話 或者它是 譬如說這個 c41跟c3 它們算是同一型的 都是c4 那麼這種呢 我們就會寫2c4 那這個地方呢 它永久算是一類 也就是一個class 但是算元素的時候 它是兩個元素 如果算類數的時候 它會多比成一個類 那麼 個數跟什麼有關呢 跟order有關 order呢 是我們要來做化約可約表象變成不可約表象之後 必須要除的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要怎麼算 各位要記得 方法是1234 如果這個地方有兩個 兩個 就是123456 order是這樣算 總共有幾個個數 class呢 就是這些值的方式 然後 dimension呢 是在1以下的這些數字 這個數字是1的時候 我們就稱之為1為 1為的時候呢 我們這些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表現 可以用 用ab來代表 然後2為的話 用b來代表 注意到這個1跟這個identity的1 雖然寫的英文字是一樣的大 大寫但是完全不一樣的刺激 這個1代表的是一個symmetric operation 不動 這個1代表的是一個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二維的representation 很不信 他們是只能用這樣的英文來代表 那3維的時候呢 是用b來代表 那這些dimension的這個描述方式呢 在複雜一點底下呢 還有更其他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 這個標號 那我們就把這個標號呢 給各位同學一起寫一下 好 第一個 是a跟b為什麼會有差別 像我們這個a和b 這是cn軸 主軸的部分 如果說主軸的部分是正值 我們稱之為a 主軸轉軸會變號的話 它就是b 那還有一個a1 a2 這個或者是b1 b2 這個1跟2呢 是對於c2軸 垂直於cn的為正 就稱之為1 為負 就是c2軸轉軸會變號的 就稱之為負 看本來第一句的例子是水 第二個例子是 第二個例子是 ammonia 來問你一個同學問題 王冠婷 水的powerpoint是什麼 水的powerpoint 不知道我講錯 point r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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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5V C15V 很好 柳鮮偉 IOH3 ammonia point room c3V 很好 c3V 具有什麼樣的對稱元素 答案在上面 講一講 C1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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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 3個 很好 有3個 那我們再把它建立成一個character table的時候 它會有幾個class 很好 3個 那C15V的時候 王冠婷 有幾個 黑板上就打 蓋起來 class有幾個 什麼叫class 3個嗎 4個 注意到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sigmaV跟sigmaV'是不同的class 4個 好 請問一下 他們的order是多少 我們繼續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第一 前面的這個部分 是介紹這個group 它的對稱性 不 它的性質 它的group性質 有identity 然後有反元素 然後這個地方是有空地性 然後有結合性 這個部分 接下來就是介紹 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 2 2 3 2 3 是指第二個role 也就是第二列 乘上第三行 第二列在這裡 第三行在紫色的部分 就會乘上它的像素 就會得到 一般的我們transformation 都會得到一些 含有0的對稱這個矩陣 而這樣的矩陣呢 可以化約成一維矩陣 好 那矩陣的這個操作 在課本上都有 我們這個地方很快 跳過去 沒有看到的同學 就自己看一下 課本上的例題 和假例上的這個exercise 就可以了 接下去 我們把這個對稱的矩陣呢 做這個矩陣的代表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操作 譬如C2的話 就是這個 x跟y要轉 要變號 這樣得到的這些符號呢 就是矩陣呢 就是代表這個對稱的運作 這些對稱運作的斜角的部分 我們稱之為trace 這個trace的總和 我們稱之為character 然後這個character 可以建立我們的真表 也就是一些 繁複的矩陣簡化以後的 數字表格 這些數字表格的操作 跟矩陣的運作是一樣的 那麼它的性質 就是矩陣和群的性質 在水分子上面 就是有三種 有四種這個操作 其中兩種sigma部分的操作呢 一個是包含紙面的這個xz 也就是第三個sigmav 在sigmav塊呢 是它的這個垂直這個 垂直這個分子的這個紙面 也就是垂直我們的黑板面 那每一個操作 其實都可以用一個矩陣來代表 好 那新的坐標 跟經過transformation matrix 會得到新的坐標 前上舊的這個坐標 以後就可以再產生 在這個地方 是用這個 C2做例子 所以是-x跟-y 結果就把它編號 好 好 那封閉性 兩個人操作以後 會得到另外一個 這個sigma prime C2乘上sigmav 會變成sigma prime 那這些操作 會是留在這個裡面 所謂的這個操作呢 在C2裡面呢 如果說是在 中間這個z軸的操作 你轉了以後h1變h2 這種位置完全變掉了 在character裡面以後 就會把它定為0 如果說是這個 z軸的這個向量 經過旋轉以後 這個z軸還是重疊的 所以它就是1 如果是經過翻轉的 但是同一個軸的 我們就稱之為-1 那這個操作呢 是我們建立真表的時候 需要製造的一個原則 那 好 刻板上C1和立體 都會強調一下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 各個point group 它的所有的 對稱操作 是怎麼樣用矩陣做到的 各位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禮拜五之前 熟悉這樣的運作 各位要考的東西呢 就是上個禮拜的powerpoint 就是各位 好不講的powerpoint point group的這個解析 也就是說你看到一個分子 你要知道它的point group 接著今天所要做的東西 還要考的東西 就是你要回去看這個立體 然後要做這些 然後要做這些 similar operation 它的matrix的代表 然後下面要做的是 matrix 畫約成character table 各位也要會 那在剛剛講過 在我們這個 所有對線的這個寫角線 寫下來的是這個 reducible的representation 就寫在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寫角線的數值 這是我們上學課 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而這個部分呢 它的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可以化約成 e-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其他的一些 這個ab或者是 alpha theta gamma 不講說ab或者是e或者是t 的這個符號代表 而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 這叫做 陰影的區域 都是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這次都是從這個矩陣 從這個對線矩陣來的 但是 有一個table的性質是 你這邊有幾個class 你這個地方 就有幾個 這個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所以它實際上 是一個正方矩陣的意思 A2這個值 是原來在前面 都沒有看到的這個值 但為什麼會得到呢 是用一個正交的關係 正交的關係就是 任何一個數 任何兩個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它們相乘 相乘 最量相乘以後的總和 為零 這叫正交 同樣的情形 你把這兩個相乘 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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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 也是正交為零 那同樣呢 你就把這兩個做 任何的兩個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可以得到零 也就是它的相乘基的總和 會為零 這個叫做正交理論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character table 裡面這個舉證 它的一個特性 那在這裡面的這個代號 在課本上的代號呢 XYZ是坐標 R是rotation的這個符號代表 那麼這個R是代表 任何的symmetry 這個開是代表 增值 也就是character 那這邊I跟J 就是第一個或第二個增值 或第一個第二個的運算元素 這個是H 就是order 也就是我們的總對稱元素的個數 好 那 具有point group 具有symmetry class 然後再把所有的這個 矩陣的增值寫在上面 這樣子的一個代表 我們稱之為character table 而用處呢 是把所有任何一個 詭譽的運作 或者是向量的運作 拆解成 可以用irreducible矩陣 所代表的這個符號 而每一個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呢 代表的意義在物理上的意義呢 像Z是代表的 是它叫IR active的意思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 它表示它不是IR active 而是rotation active 那它也不是Raman 它這邊是Raman active 因為它有XY 那這個B1呢 代表X 它這邊代表B2代表Y 這兩個也是IR active 也就是說 如果你做出來的可約表像 是等於A1加B2的話 那你就有兩個IR的震動訊號 會出現 好 那這是針表上的這個 這個符號代號的介紹 科學上的這個 這個針表的介紹裡面呢 除了剛才我講的 第一個是order H的這個介紹 是跟所有總對稱元素的數量 相等 然後第二個是class 總類型 我們講過了 如果是C1 C2是同一類型的 可是Sigma跟SigmaV SigmaV跟SigmaV prime是不同類型 一個是包含平面 一個是垂直平面 如果是C3V的話是一樣的 譬如C3V切NH3 好 那像劉全偉講的 一個NH3 一個SigmaV 經過C3之後轉換 有三個SigmaV 這三個SigmaV呢 都是同一類型的 所以它有三個對稱元素 可是同樣是屬於一個類型 一個class 然後 然後 好 這是說 這個我們的caract table 是一個方形矩陣 你有幾個class 就有幾個 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呢 是 Dimension的這個 Dimension跟order的關係 H就是order OK 那 這一個地方 可行同學 在課本上面寫一個N 因為課本的例子是用水 水的話 它這個N是等於E水 它是沒有寫 請你在課本95頁 Table4至7的第5項 H等於SigmaR H等於Sigma 這個地方 中間寫一個N N乘上 這個開萬B值 B值是 誒等好 這個 我弄錯了 這是 Each of the Euryduce and order of the truth OK 抱歉 這個地方沒有錯 是下一個錯 下一個錯 是第五個嗎 第五對 第五個所以是下一個 這個地方 要加一個N 在這個例子裡面 所有的N都是等於E 所以並沒有什麼錯誤 但你做C3P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N值要沉進去 才能夠等於這個order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 這個是我們等於 以後再會用到的一個實例 我們再 遇到實例 再講 最後一個不太重要 它就是說 任何一個character table裡面 一定有一個第一行是 一一一一一一一 全部都是正一的 這稱之為單位表象 這個叫 total symmetric representation 通常就叫A1 好 我們這個character table呢 重要的是要怎麼樣把它 化約成 把reducible的化約成 e-reducible 所謂的e-reducible是什麼呢 它就是 增表裡面的一系列的數字 這一系列的數字 如果說都代表的是 最簡的矩陣 那麼它就不可以再化約 可是像剛才我們現在 在後面畫的這個 C2V的這個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呢 是可以化約的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馬上就可以看得到 像這樣子的地方 上面這個部分 稱之為 symmetry operation 每一行都是一個class 然後我們在左邊這邊呢 我們稱之為 e-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它的這個符號呢 叫做Millican symbol 好 它這個符號就是 A B跟E跟T 然後有E 2 G U等等 Pine Pine的話是sigma H 在這裡會有E 做介紹 好 每一行 都是一個 對象運作 每一面 橫的 都是一個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而在右邊 所看到的basic function 可以判斷它是IR 還是Ramen active 好 那這裡面所介紹的東西就是 A B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跟C1 CN主軸有關 CN主軸正1 CN主軸-1 就是A跟B的不同 然後 這個 E 2的話 是跟C2 主軸 那每一個軸 在運作的時候呢 像在這裡面 PowerPoint就可以 運作了很多個 像這個 是Z軸方向 Z軸方向的部分 如果經過了 Identity C2 CV C 各自會代表 什麼樣的形狀呢 全部都是Identity 一樣 不管是Identity 或者是C2旋轉 或者是這個 經過任何是哪一個鏡面 它都會 維持原來的樣子 所以它這邊 全部都是1 那你可以這樣操作 這個X跟Y 會得到同樣的向量 像X的話 就會有變化 譬如說是C2 在這個地方呢 在旋轉過去了以後 C2就會變成了 負的X 那因此 在C2底下的向下 它是一個負X 要不要負1 好 那麼 C2跟Sigma'V的這個操作 也都會變成負1 所以在X向內 就B1的這一行 可以看到它是有兩個負號 都是在 它可以變號的 對稱群座下面 那Y軸也是一樣 各位去做一下XY的操作 那如果做完這個操作 你再看R的話 也有相類似的情形 R這個地方 是一個順時針轉向的東西 那如果說是經過了一個SigmaV 轉過來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 左手轉向的東西 像這樣的情形的話 它這個R 就會變成一個負1 也就是對於C柱而言 它是一個負1 因此你可以看得到 在 這個是RX吧 RX的部分 C2的部分是負1 這是告訴各位 Basic Function 它跟前面的這個 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裡面 character之間的關係 正負之間的關係 是可以從圖形 討論出來的 那不只是向量 我們軌率也是一樣的形形 GXY的向量 可以跟DXY這個軌率 是有一樣的性質的 也就是你把DXY軌率 這個東西當作一個物件 然後去做對稱操作 每個對稱操作 如果說是不變 它就視為1 如果是相反反過來 那麼就是負1 像這樣的操作 在這個上面的話 過去的是1 這個下面過去的是負1 這樣操作完畢了以後 你也是可以得到 相同的character table裡面的 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個XY 在這個地方是 A2代表的是 對於這個CN轉軸 在這裡面的話是 C2 C2轉軸 是一個正式 那它沒有其他的 這個C2的轉軸 這些都是代表的這個 向量或者是軌域 或者是旋轉軸 經過對稱運作以後 它的符號變化 是0或1或者負1 如果不變是1 如果說是變化 如果是完全變動了 變成另外的位置不見了 那就變成0 如果說它是完全相反的符號 像下面這個地方 黑的變白的 白的變黑的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 負1的代號 那像這樣的原子軌域 裡面都可以代號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右邊的這些圖形裡面 其實都是跟 我們的原子軌域可以對應 XY就跟DXY一樣 GZ平方 跟GZ平方對應 好 C3V這個我們跳過 因為剛才我們已經講過了 它的這個公式來源 然後可以得到這樣的矩陣 這樣的矩陣可以化約成 非0矩陣 那像這樣化約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到 這地方是一個矩陣 是一個2x2的矩陣 它不能再化約了 所以它其實具有一個1 也就是二維的一個向量 二維的一個矩陣 那在這樣這個化約出來的 最簡的部分呢 所有的對稱都可以化約成 這樣的情形 但是它是有一個 二維的矩陣 是為最簡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後真表的地方 它出來的都是有1的 因為它是有一個character 是沒有辦法化約成1x1的矩陣 C3b裡面哪一個是iractive A1跟1都是 1是2分的 注意到像這個地方 -1分之1和-1分之1的矩陣是-1 所以對應上來這邊是寫的-1 像在這個地方的A2 是在這個表格裡面 我們這邊是得到1 這邊是得到A1 然後A2這個部分呢 是用正交公式的方式把它帶出來 也就是從A或者是1的部分去做正交 你可以看得到這邊1乘以1 然後1乘以1再乘以2 又有兩個C3 那這樣子這邊是1 這邊是1 這邊是1乘以1乘以2是2 加起來是3 然後-1乘以3-3 3和-3得到的是0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數字是有正交的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你可以得到 A2的這個representation的原物 好 同樣的道理 各位要熟悉一下一個table裡面 它的order是怎麼求 在這個地方的order是幾個呢 是1加1加2 或者是它有幾個對勝元素呢 3 抱歉 剛剛那個算錯了 3個2個1個 所以它的order是6 另外一個算法是1的平方 1的平方2的平方 加起來也會是order 好 這就是剛才那個公式 所以這個order要看你是要直接用這個1底下的數字的平方核來算 還是你要各自算一下它的symmetry operation都隨便你 但是order這個數字呢 是我們在計算的時候需要用的一個數字 class在這個地方分三行 它總共雖然有6個對勝元素 但它只有3類 number of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因為你只有3類 所以你只有3個 好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公式 就是 1向下的這個數字 每一個數字的平方 它的核就是跟h是一樣的 這是另外一種計算的方式 各位先看一下這個稍微有點複雜的b4h 請問一下它有總的幾個class 然後它的order是多少 然後怎麼算 呃 陳俊宏 order怎麼算 16個 很好 你的算法就算有幾個對稱元素 ok 好再來另外一個 張宛如 另外一種算法 算出order 第一排的1 所有的數字平方核 很好 黃凱進 它這裡面應該要有幾個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你算起來看起來有幾個 它有幾個class class等於什麼 class等於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個數 它有幾個class 要怎麼看 看它有幾行 這是一個class 這是一個對稱運作 這是一個對稱運作 C4 它有兩個對稱運作 一個C41 一個C43 但都屬於同一類 這是一個class 這邊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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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e C2 prime呢有兩個C2 一個是這個C2 一個是另外一個C2 兩個都是 在同一組裡面 都是垂直於C4的 ok 這邊也是 然後S4有兩個 這兩個 雖然這S4兩個 是S1跟S43 這兩個 這些都可以稱之為同一類 所以它的class總共有幾個 你算起來 行的 幾行 十行 十行是十種對稱元素 幾個對稱元素 十六個對稱元素 分成十類 十個class 十行 因為它有十行 所以它的 reuseable representation呢 有十個 可以這樣檢查 如果缺了一個 就表示說你可以用 orthogonal的方式 也就是 互相相乘 相乘 相乘以後 總和為0的方式 去把它算出來 好 order,class,dimension 我們再問dimension 找一個同學 我們畫四個 無軒位 你告訴我一下 B2U的B 是代表什麼意思 2代表什麼意思 U代表什麼意思 ok 那為何不是A 跟主軸 主軸在這裡是C四軸 C四軸 它是-1 所以它應該叫做B 如果是正1代表 它就是A 好 那2是什麼意思 是垂直主軸的C柱軸 垂直主軸 垂直主軸的C柱軸 是哪一個 是這個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 C柱軸 是垂直主軸的C柱軸 垂直主軸的C柱軸 C2' OK C2' 得到的數字是-1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2 OK 那U是代表看哪一個對稱 I對稱 I對稱 I對稱的話 它得到的是-1 如果是正1應該叫做 G 如果是-1 叫做U OK 好 所以 這些 叫做什麼 U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它這個符號是什麼符號 American Symbol OK 它所代表的東西是什麼 是一組不可約的矩陣的Trace 就是Character 好 課本上的例子裡面有幾個例子 除了水 Ammonia 跟這個 課本上不是用TTCL4 是用Xenon F4 這邊是X1 然後四個F 然後它會去做Ureducible的揣解 謝謝 謝謝各位 大哥